最近其實美國政府問責署 還抓到了 超過百萬件F-35的備用零件 在過去五年遺失 沒什麼不見 他說國防單位呢 因為他們缺乏這種 軍備零組件流向的追蹤機制 所以相關人員根本沒有辦法 他根本連掉了多少零件 都不知道 他說實際的水量可能比 洛克希的馬丁預估的 百萬還要多 請問一下 這個美國政府的問責署 什麼現在才有動作 問責署就是我們的審計部 簡單講就是我們的審計部 動不動到處去串 看看什麼帳上對不對 庫存料對不對 過去五年現在才會發現 這個審計部也太混了一點 再來 美國軍方管理會這麼疏疏 真的是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他們以前自己吹牛 連個螺絲釘我都有編號 電腦都控管了 跑到哪裡去我都清楚了 可是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在阿富汗不是有很多美軍的裝備 就賣到黑市去了 運到海外去是另外一回事情 就像現在這樣 他們也搞不清楚 運給烏克蘭到底 烏克蘭 對他到底真的接收多少 到底幾話不見了 所以這個到了別人手上 就很難控制 他這邊講的是 美國政府的問責署 在我們講的審計部 在美國自己的倉庫找的 那些問題來了 不見得是誰拿走 總該有人拿走吧 他自己人嘛 一定是誰拿走嘛 那拿到哪裡去 我就很清楚了嘛 對不對 裡面一定花樣很多嘛 美國的國防部以前都自吹說 我是全世界國防零件金錢 管理的最好的一個國家 他不服氣 算將軍非常不服氣 弄出這個東西 就太荒唐了 F-35的備用零件 備用零件是隨時要用 因為這種戰機 其實我們台灣也一樣 就是動不動 就是有這個零件要換 那個零件要換 經常我曾以前 消耗品 對其實這個視察過 因為立法人走到去視察 各個地方花錢的樣子 他們就跟我抱怨 這個零件也沒來 那個零件也沒來 我說你們備用零件 有的準備太多 有的準備不夠 可是損害率都不太一樣 很難控管 所以他們也經常有這種困擾 但是備用零件 我看我們的那些 飛行員 管理都蠻不錯的 清清楚楚 我們還沒有用什麼 零件管理系統 這麼複雜電腦系統來弄 沒有基地上 沒有這麼複雜系統 管理得很好 可是你百萬件F-35 F-35現在在美國的飛機 大概幾架 大概差不多 一兩百架而已 美國自己有 大概一兩百架 一兩百架有數百萬件 這個實在是嚇我們 海外賣得多 這個等一下我們講 不是 我說不是 他現在講的是檢查是美國本土的備用零件 是準備供應人家 那被拖走了是吧 我是覺得 拖賣到海外去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對不對 將軍是不是 因為美國你家裡有汽車吧 汽車引擎上面會打一個號碼 那就是它的身份證 但是汽車這麼多零件沒有通通打號碼 對不對 所以美國的像飛機做好了 飛機有一個號碼 這個號碼它叫做聯邦庫號 我們買美國東西 一查聯邦庫號 你今天在洛杉磯還是到了夏威夷 還是到了台灣 電腦上都查得出來 但是這個飛機其他的零組件就沒有聯邦庫號 那F35B全世界買啊 那你美國軍火商賣給我的價錢太貴啊 我會不會找黑市啊 嗯 找認識的 你不要以為美國沒有賣過軍品 買便宜的水貨 越戰的時候他們就幹過這種事啊 這個軍人不是像電影上寫的那麼 那麼清廉啦 正義啦 勇敢啦 勇敢啦 事情很多啊 你要看很多用美國軍機運海洛因的故事也出來了嘛 誇張的問題啊 對 我跟你講 這些零組件因為是美國國家 買了你F35B就需要這個 像韓國就有F35B停飛的 停飛的時候 當你急的時候 你就找黑市嘛 台灣買汽車的也知道買副廠零件嘛 對不對 一樣的 這個東西一定有行情的 有行情就有利潤 有利潤就有貪官污吏去搞這個東西嘛 你說百萬件 大家不會查出來是 重藥零件還是次藥零件呢 是 對不對 那台灣也買過啊 說那個品項是大陸出的 都沒查出來嘛 對不對 當然不是飛機啦 我是講這種東西啊 為什麼烏克蘭以前叫黑市軍火大國 就是它已經國家體制崩潰了嘛 什麼東西都賣 但是美國難道沒有駐從嗎 當然有嘛 要不然怎麼會不見呢 這種東西老百姓用不上的嘛 對 對不對 那用不上的國家是急需嘛 急需就跟你前面剛剛那個議題一樣 美國軍火太貴嘛 對 這是互相關聯的嘛 你太貴買不起 時間又不及時交貨 黑市你現在要 馬上有 對不對 所以這問題是互相關聯的啦 沒什麼稀奇啦 的確喔 但是最近呢 我們說二烏戰爭的確喔 大洗牌 譬如說呢 像現在呢 軍火商 股票都在漲 但是呢 一個烏克蘭能夠救得了 救得了一個歐洲嗎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喔 這句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說的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個歐洲的一個峰會上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他又去參加了 他說呢 我希望你們要明白 邀請烏克蘭加北約 而且呢 加北約的過程 我要安全保障 法國總統馬克宏現在幹嘛 他現在是轉彎挺烏克蘭加北約嗎 他說我支持給烏克蘭具體可靠 安全保障的理由 兩點 第一 他就說到了 就是烏克蘭今日保護了歐洲 給了歐洲安全保障 我覺得這話聽起來真的很好笑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烏克蘭 可能俄羅斯要打的是他們嗎 好 怎麼樣的來一個保護法呢 不過法國雖然這樣講 但德國還不買單喔 德國總理燒姿說有一件事再清楚不過 就是呢 我們現在正在挺烏克蘭 我們一直表示戰後和平秩序也需要有保障 德國會致力於此 你會覺得他好像也沒有講到 那到底挺不挺烏克蘭加北約嗎 來 外交部長講了 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呢 北約的大門為新成員敞開 但是北約不能接受一個正處於戰爭中的國家加入 建長 這就衍生到了北約他們的機制嘛 你打一個國家等於打全部的國家 那你已經在打了 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全部立刻參戰嗎 俄武戰爭打了一年多了 最近發生一個事情 我覺得只要你關心這個事的人 你一定會關心的 就是李輝到了這個北約那裡 五個國家他那天召開記者會 我從早上就開始在等 我發覺下午三點 我全程在看 我一直非常希望他能告訴我們 有希望 有個解方 我們可以坐下來談 因為他如果把這個事情勸承了 那個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也化解了 再來一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我跟你講習近平可以得 諾貝爾和平獎 我不是說誰得和平獎的問題 而是對於一個人類 所以我們真的應該要去關心 這個世界的和平的 所以我那天非常認真的在等 李輝他的記者會 我也希望他能夠告訴我們一些 正面的好消息 可是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 整個過程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非常的失望 這些綠媒不會告訴你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 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 國際資訊和情勢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分力量 各一分之一 都沒有 同一個下載 也將教育 成功 都會 Daddy 逃脱 感谢观看